一早七點多陸續出現學生準備進校門上課 不過教育部日前已經宣布 從正學期開始高中的早自習要實施新制 取消強制參加早自習 早上八點十分到校即可 遲到是八點十分 有時候班導會出一些功課叫我們寫 或者是可能就自己讀這樣 新制實施三週 青年民主協會發問卷調查 短短一週就有兩千兩百位學生填寫 發現公私立學校落實新制的差距非常大 私立高中實際落實只有百分之十六點四 未落實的達百分之七十五點六 而公立高中有落實達八成 未落實只有百分之十八點八 可以積極的督導這些私立學校 不然部分可能比較像往一些比較傳統教育 或是填壓教育的家長 就會開始大量的把學生往私立學校送 問卷調查中也包含部分高中 不甩教育部定定的新制 仍要求學生七點三十分要到校 利用早自習的時間來自習讀書的比例 佔百分之六十五點一 甚至如果沒有出席早自習 將會通知監護人佔百分之二十三點五 變相的來強迫學生到校 要求幾個學生到學校來進行打掃之類的 那如果沒有打掃的話 也就會扣分 犯強迫學生要參加的這種狀況呢 這個是屬於必須要修正的型態 是絕對不允許的 教育部回應目前新制是公私立學校都適用 針對不合規定的學校將會減少補助款 家長和學生們都希望政府能嚴格督導學校 記者是去翁家瑜台北 相關報導 病毒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